林鄭777票贏了之後 發表勝利宣言或演說 再三強調 知道香港社會出現這個撕裂 就會盡力去修捕撕裂 有些記者也問 大家都會有疑慮 會不會加深加劇西環治港呢 我昨天也分析過 西環是那個系統捧上來的 如果西環是能捧上去 自然他就會控制你一切 而且這群建制派的選委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聽西環話多於聽你說的 所以西環治港是無可避免的 很多記者都問這個問題 大家還記得 他在選前 有記者在專訪的時候問過他 他就說 有關於西環治港的問題 會不會這個選後 會像689那樣 第一時間去西環借票呢 我很記得他的說法 這是一個觀感的問題 他不會做一些事情 令到自己的觀感 公眾對他的觀感 有一個壞的影響 即是言下之意 他不會去西環借票 他在一個勝利演說之後 記者就問他 我如果沒有記錯 千千就有英文的記者問 然後有中文的記者問 他的答法 即是他在一個勝利演說裡面 他就沒有說到這個內容 他回應那個記者的問題的時候 他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他選完之後 他會去拜會現在的行政長官 他會去拜會這個中心法院的首席法官 即是馬獨立 他會去拜會這個立法會現在的現任主席 梁君彥 這樣 他說這個是必然要做的 大家都知道 中央在香港有三個機構 意思就是說有中聯辦 有外交部駐港的專員 也有解放軍駐港的部隊 在禮智性上面 英文叫做protocol 他用這個字 在禮智性上面 他是要去拜會這幾個駐港的機構 即是說 不是借票 只不過是禮智上的拜會 我形容林鄭這個是她當選之後說的第一個最大的謊話 當然中間還有很多謊話 前前後後 這個是第一個最大的謊話 我為什麼這樣說呢 梁振英 689 選完之後 第一時間 驅車 去中聯辦 被人拍到 他 沒有說任何事情 他去做什麼 是借票還是什麼 他是不自可否含乎其次 等過了就算了 他也沒有用一個包裝 用一個語言藝術 去說這個是禮智性的拜會 這次林鄭很清楚 我相信 他出來見記者之前 都度過了 他預計 記者一定會問這個問題 你會不會去西環借票 於是他想了一條這樣的辦法 叫做禮智性拜會 我想問 禮智性拜會 和借票有什麼分別 OK 禮智性拜會 其實這個做法 這個說法 其實主要在外交上面 外交上面是做的 比如 你去這個 某一個國家 舉個例 人家的總統贏了 你可能會打個電話 去祝學別人 或者 人家的國家有什麼 出現什麼天災 兩國的元首 大家會通電話 是慰問對方 這個 我覺得 就是所謂外交禮智 必然要做的事情 例如一個新的大使 上任 那你可能會去 禮智性拜會 這個國家的外交部 甚至他的元首 這樣的方式 叫做禮智性拜會 但是 在 中央駐港機構裡面 尤其是中聯辦 在整個選舉 扮演一個這麼積極的角色 不單止是 在公開去肯定 或者去支持林鄭 在私底下也都 密集地打電話 見面去拉票 而且 也都 我們見得到 有 這個中央的大員 在南下深圳 去 如果你說 這個是禮智性拜會的話 那我就想問 和 梁振英 六八九 在這個選後 馬上去中聯辦 兩者有何分別呢 如果 梁振英 那位都是禮智性的 他都不用含乎其辭 說 一早已經說 禮智性拜會 現在你這個 是會去的 是禮智性的 那我想問 和謝票有何分別呢 你將會和張小明 在這個中聯辦裡面 閉門會議說什麼呢 會不會多謝他的支持呢 這一點呢 就是 關鍵了 有人可能會這樣說 不要那麼煩 人家都當選了 是吧 執著這些細節的事情 來做什麼呢 我就覺得 不是細節 當你一個 新當選的 這個 香港的行政長官 神經病 信世旦旦 說要搜補撕裂 又說呢 在這個選舉的時候 是絕對不會 呢 就是 當選叫你底下的一些 這個局長等等 司長 是會要求 中聯辦幫你去拘票 去募求這個立法會可以通過某些撥款 又或者某些法案 你說的 你是會借絕 你是會拒絕西環對這個特區政府的影響 你覺得自己的事就自己做 香港內部事務是自己做的 不過如果你用一個這樣的語言藝術 去包裝你去西環借票 說是一個禮節性的派會的話 很簡單 一葉知秋 就知道將來西環對你的影響會有多大 我昨天都分析過 你那777票 你憑自己一己之力 可能你有機會 拿到超過600票 過不過了689我都懷疑 如果不是西環的力量 不是說我的系統的力量 對不起林鄭 你絕對拿不到這個票數 而且 他都分析得很清楚 立法會的建制派 是聽西環話 多於聽你話 你這個政府 民望低 民望負政席 一上場就變成閉嘴鴨 你沒有西環的支持 沒有西環的輔助 沒有西環的干預 你根本就管不了香港 你上不了台 你的管治也出現困難 所以你這個所謂禮節性拜會 或者是借票這個行動 用身體已經告訴你 將來 西環 可能會是 第一個權力核心 特區政府 是第二個 最多都是這樣 甚至是排第三 因為第二 就是 兩個 香港 政協副主席 一個董建華 一個梁振英 可能到最後 董建華下來了 梁振英 正式成為香港的市委書記